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清文 來 時段要調整囉 這個時段要調整 大家加油啦 在這個時間 時段 沒有辦法再幫各位解盤 沒有辦法服務到各位 沒有關係啦 我想好好的把握這個行情 這個行情相當相當的一個有趣 那更重要是什麼 更重要很多投資朋友看到什麼 看到今天尾盤這樣拉上來 那把第一季的行情 告一個完美的一個結束嘛 我要告訴各位第二季會更好玩 第二季會更好玩 所以雖然建文沒有繼續在這個時間點 服務到各位 那也希望說 各位能夠好好的利用這個行情 幫你什麼 幫你累積你的財富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今天是3月31號 3月31號指數再過高了嘛 指數再過高 那我們回想起來 我們來看看這兩波的一個轉折 第一波的轉折是2月5號的8230 8230 那個時候剛好是過完農曆新年嘛 我說期限同步做多嘛 期限同步做多 這是第一次的轉折 這一波漲了557點 557點 然後壓到3月24號的時候 我又告訴各位 今年台股第二次的轉折出現了 今年台股第二次的轉折 那當然去年的8093 8093那是在11月嘛 11月嘛 所以今年的兩個轉折 我們都幫各位抓到了 兩個轉折都幫各位抓到 一個是8230 一個是8508嘛 第二次轉折 那這個行情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會比這一波來得強 前一波從8230漲上來 是漲了557點嘛 我說這一波會比什麼 會比這一波來得強 看起來是比較強啦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發覺說角度是比較陡 比較陡啦 那當然我告訴各位 目標大概在這裡 目標大概在這裡 然後這個應該也沒有什麼好遲疑的 目標大概在這裡 我們的一個財政部長說 可能會看到9000點以上 但是問題9000點 可能是90啊 9000點啊 9100點 9200點啊 那高盛是看9800點 也有可能到9900點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你現在要做 尤其是放空的投資人 放空 你不要心存僥倖 你不要心存僥倖 為什麼 因為如果只是到 財政部長跟各位講的9000點 我認為你太小看這波行情了 太小看這波行情 那9000點到其實 你可能什麼 你可能還有機會 不過我個人認為啦 雖然我不認為會到高盛講的9800點 9800點 但是我告訴各位 每100點對各位來說都是什麼 都是煎熬 都是煎熬啦 所以你可以慢慢數喔 如果只是到9000點 你也許還能夠喘口氣 如果到9500點 我告訴你 你的身家財產會整個輸光光 會整個輸光光 來 第一季今天做一個告一個段落 跟我們之前跟各位講的一樣啦 所以這個轉折抓得漂亮 這個8508的轉折就抓得相當漂亮 相當漂亮 已經漲上來 已經來到8849 創高 創高啦 這個行情這一段最佳的男主角是哪一檔 這段行情最佳的男主角當然是波洛威嘛 波洛威是5根漲停加3根漲停 今天還創高 那當然今天做一個高點 做一個所謂拉高的動作之後 那新的一季就是第二季嘛 我們會有新的標的 我們會有新的標的 那當然要怎麼做 我們一樣會跟各位 好好的一個分享 交代得非常清楚了 不過這個時段的一個投資朋友 可能就沒有辦法服務到了 來 這是靖文宜在告訴各位 精算轉折點你的口袋才會多一點 為什麼說精算轉折點口袋才會多一點 因為你在操作 操作你不可能買一檔股票 等三個月 等半年都不動嘛 操作當然要從產業出發啦 我想產業我們比別人研究的還要透徹 然後重視題材的發酵 然後掌握一手的訊息 然後你才能夠可能致富垂首可得嘛 那你有沒有發覺到說 當我把4G題材抓出來之後 我抓的是波洛威 那接下來我就是抓轉折點 轉折點 你要把它學起來喔 你要把它學起來 你才有可能在這個行情裡面 或者是說我跟各位講第二季的行情 第二季會很精彩 我跟你講會非常非常有趣 那這個學起來之後你就知道說 你要買什麼股票 我們都準備好了啦 那就希望說大家一起來 錯過了波洛威 還有其他的股票嘛 波洛威真的漲很兇 當然波洛威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示範 最佳男主角 最好的示範 接下來我們4月份來找最佳女主角 好不好 來 當初我跟各位分享 分析波洛威的時候 是從4G的產業開始 我說4G 4G 4G 大家都要談4G 現在大家談說鴻海 鴻海他去挖所謂鴻達店的一個行銷漲 這是市場上傳出來 當然鴻達店 鴻達店會說 沒有 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可是你知道說台面下的一個故事 早就已經崩起雲湧了你知道嗎 你做股票 你第一個是產業嘛 產業抓出來之後 要找到這間公司的利基 找到他的題材 找到他的故事 這個故事購動人 這張股票就會飆 你聽得懂嗎 這個故事購動人 這張股票就會飆 當然台灣的市區市場 真的太小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到 最近大家在討論鴻海的時候 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練兵啦 練兵啦 不是吃機仔兵 是練兵啦 為什麼練兵 看的是什麼 大陸的一個市區市場 先前我在操作波羅威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波羅威是光纖的原建廠 光纖的原建廠 全球十大的光纖廠裡面 有七間跟他是合作的關係嘛 中國大陸不管是中國移動也好 中國電信也好 都是他的客戶 你想想看喔 這幾年來中國總共要投入 多少的資金在所謂4G的產業上 3000億人民幣 3000億人民幣 折合新台幣1.5兆 1.5兆 我提供個數字給各位做參考啦 台灣的年度總預算不過才1.9兆 1.9兆新台幣 1.9兆 人家一個4G的建設是1.5兆 還會再追加 還會再追加 那最直接受威是哪一檔股票 波羅威嘛 有沒有 3月5號波羅威 波羅威 我說第一時間切入 給你的訊息一定要及時嗎 不是要買一堆股票 不是要買一堆股票 我一再強調說 我不是那種買一堆股票的人 你可以去問我的團隊成員 我現在手中4檔股票 4檔股票 3檔是賺錢的 其中包含波羅威 3檔是賺錢的 另外1檔股票正在佈局 也在成本附近 來 波羅威這檔股票是切入之後開始供 這是3月5號嘛 是不是轉折 來 是不是跟各位講的轉折 轉折 這個你要學起來啦 因為以後沒有辦法在6點這個時段 再幫各位抓轉折了啦 大盤的轉折你要看得懂 看不懂你做起來就很辛苦 個股的轉折如果你再看不懂 你就是在浪費你的一個時間 金錢 那很辛苦 來 3月5號跟各位講低點967嘛 967 那當然我們切入的點在97.1 3月5號拉漲停 有沒有 漲停鎖 來 3月5號漲停之後 3月6號再拉第二根漲 這個都是你的買點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給各位看 你看你們現在的盲點在哪裡 盲點在哪裡 我等一下把它講清楚之後 你就知道說原來股票是這樣做啦 不會好做讓王建文來幫你倒三天 來 是不是拉到第二根漲停 已經來到109.5 971的嘛 這個都跟各位講 971的 來 3月7號拉到117的 971拉到117的 你會認為漲多了 對不對 117你認為會漲多 今天拉到139了 來 再來 3月10號拉到118.5 有沒有 這個股票當我們抓到它的利基之後 抓到它的痛處之後 當然能賺盡量賺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範例 因為這一個月來 這一個月來波洛威在我們的操作裡面 其實總共累積了8根漲停 漲幅超過56% 一個月的時間喔 來 3月13號拉到130.5嘛 130.5 這971到130.5嘛 來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3月19號了啦 3月19號 這邊你沒有賺到沒有關係嘛 971到130.5 你沒有賺到沒有關係 這邊大概五根漲停 3月19號王健榮是不是告訴各位 你要做波羅威 你要把握這個轉折 有沒有 112給各位看喔 3月19號有沒有 好清楚喔 來 再來給各位看喔 為什麼你要把它學起來 3月20號拉到119.5 開始又動了 來 3月21號拉到120有沒有 這個轉折票不漂亮 這個轉折當然漂亮嘛 好漂亮喔 這是3月19號 3月19號來 再來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一檔股票你要怎麼做 最佳男主角波洛威 125了喔 125了喔 3月5號97 3月19號112嘛 來 再來喔 最佳男主角波洛威 這場戲要怎麼演 126.5 126.5 好 來 3月26號 然後你發覺到市場在注意 4G雲端物聯網128 這個故事夠不夠動人 很重要的是說 他的主角夠不夠吸引人 還有他的導演 導得漂不漂亮成不成功 我們非常成功嘛 來 接下來每一檔股票都這樣做啦 提醒各位 接下來每一檔股票 我們都會這樣做 3月28號133.5有沒有 3月5號的97 3月19號的12嘛 已經到133.5了 來 今天139.5 尾盤收在相對高 尾盤收在這樣盤中漲了4.49% 3月5號的97 3月19號的12 來 觀眾朋友 這當然是操作標股的最佳示範嘛 3月5號的971到13.1.5是34.39 33.4 33.4 3月19號的112到今天的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139.5是24.5% 漲了27.5% 這是一個月的時間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有沒有 因為3月5號嘛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檔股票你可以這樣做 33.4加27.5是60.9元 60.9元 你買一堆標股都比不上 一檔坡落會賺得多 這是最佳的操作示範 如果我們把它換算成 投資報酬率是58.94% 你有沒有發覺說 其實就是這樣做啊 就是這樣做 當然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在 3月19號這個點 你有沒有看出來 你有沒有看出來 你才有辦法 讓你的團隊成員這樣做嘛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我還是要提醒各位這個觀念 什麼觀念 你股票要好進出啦 要有量 因為最近有很多新的成員進來 他說那種300張500張的標股 我也不敢買 因為要買買不到 要買到馬上套被人家出貨 被人家出貨 我說真的啦 自求多福好不好 因為王健文這個時間點的節目 要做調整了 各位自求多福啦 大家加油 不要再被阻力出貨了 來 現階段的操作策略我要告訴各位 來 精算轉折 轉折再上找到會長的股票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啦 而且第二季有新的股票 你要趕快來 原則上應該是明後天我們就要進場 快的話明天盤中 所以你要注意 有量有價你才能夠好進好出 不要說買到股票 根本就沒有辦法出 或者是買了就套被阻力出貨 你也很辛苦 重心持股然後你才能夠安心持有 重心持股你才能安心持有 Poloway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代表作 我想也利用Poloway我們來告訴各位 接下來第二季 我們一樣用同樣的方法 找到好的股票 然後要幫你什麼 精算轉折 讓你能夠累積獲利 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再來看有哪些股票 能夠幫助到各位 有 台北灣系列 江南大宅 280-9898 乾杯 嗨 嗨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大家都檢能檢看愛地窮 所以家裡裝修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Yeah 我叫到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歡迎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來 時段調整 大家要加油 現在雖然說沒在這個時段 來跟大家鼓勵 來跟各位好好的分享我們的看法 那你也要加油 好好的把握這個行情 這個行情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那有很多標股會像波羅威一樣 你要好好的把握 我講一個小故事跟各位分享 也許你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你認為現在的景氣好不好 現在的景氣好啊不好 其實大家都看財報數字說 什麼上市上櫃的一個營收數字成長多少 哪間又創歷史新高 那為什麼 為什麼很多投資朋友講說 可是我感受不到 那當然感受不到 我有一個團隊成員是單親媽媽 我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那個單親媽媽 他的一個老公先生 其實是因為公安意外 公安意外 公安意外就往生了 當然有留下一些資金給他 可是他有兩個小孩要照顧啊 兩個小孩要照顧 他想說那我當然是說 能夠什麼 能夠靠自己把這兩個小孩帶大 然後多留一點給這兩個小孩 可是我告訴各位 你認為景氣好嗎 他做會計 做一個單親媽媽做會計 帶兩個小孩 薪水才3萬多 才3萬多啦 那他就想說 那我來股票市場來操作就好了 覺得今年的行情還不錯嘛 還不錯 好來 一開始啦 一開始他去跟人家做指數 一個單親媽媽跟人家做指數 結果輸到他真的晚上都睡不著 嚇死了你知道嗎 原來指數輸起來那麼快 輸起來那麼快 當然如果他跟我一起做的話 當然沒有這個問題嘛 因為期限同步做都做上來 這個轉折都告訴各位 期限同步做都做上來 這邊也告訴各位要漲嘛 當然跟我操作沒有問題嘛 那輸到怕 輸到怕之後他又看到說 有人去推薦那種 所謂單股所單小標股 單股所單小股 那都是300 500張 他會覺得這個這樣好 這樣子操作得快 進去一樣進去參加一樣輸 而且輸得更慘 因為股票反而賣不掉了 賣不掉壓力更大 壓力更大 後來他的營業員就真的沒有辦法 他就跟他講說 不然你去參考一下王建文 你去跟王建文談談聊聊 我告訴各位都賺回來了 都賺回來了 因為我告訴各位嘛 我告訴各位 我做的股票就是 開大門走大陸的股票 我也不會跟你講說 我要單股所單 然後幫主力出貨 這種事情我做不下來 我跟各位講就是說 就像說你可以去市場 問我的團隊成員四檔股票 我現在四檔股票 直接跟各位講四檔股票 三檔是賺錢的 三檔是賺 而且這三檔裡面 當然很多個股是 在轉折的過程當中 我把它換掉了 當然前面有一些股票 是就停利出場了嘛 你可以發覺說 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這個觀念 你股票要賺 很重要一點不是看著它漲 漲 賬面上你是賺不到的 你要實際拿下來 你才算賺 所以這個市場說真的啊 牛鬼蛇神都有啊 幫人家出貨了一堆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到 真正能夠賺下來的 畢竟是少數啦 來 現階段的操作策略 就是精算轉折 我們找到會長的股票 幫各位規劃轉折再上 轉折再上 有量有價你才能夠好進好出嘛 有量有價好進好出 然後重心持股不要買一堆啦 不要買一堆安心持有 安心持有 這檔股票是波羅威嘛 來 波羅威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模式 當然是最佳男主角的最佳示範 第二季我們一樣這樣做 而且股票我們都選出來 3月5號第一次轉折拉到130.5 3月19號第二次轉折 來 3月19號第二次轉折 都畫給各位 都畫給各位 那你就直接印證了嘛 有沒有 都畫給各位 有沒有 然後你看到這檔股票再往上標 再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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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跟人家什麼單股鎖單 鎖一堆莫名其妙的小股票 你有辦法賺到33塊4加27.5嗎 60塊9 有沒有 58.94% 所以我常講說 不管你的資金規模是50萬也好 100萬也好 甚至很多大資金規模的投資者 你是1000萬2000萬再做 你需要的是這種規劃嘛 你需要的是這種規劃 王建文強調也是這種規劃 我們怎麼樣 我們從產業的發展裡面 找到對的公司對的股票 去找到他的一個利基 去重視他題材的效應 然後你要跟我一起掌握一手的訊息 你才可能像波羅威一樣操作嘛 對不對 這很清楚嘛 因為這檔股票你會發覺說 你這裡不敢買 你這裡不敢買 你認為漲了三根多了 有沒有 後來你發覺說 你在這邊看到認為漲高要回檔了 後來人家在這邊 你的觀念錯在哪裡 你的觀念在預設立場 預設立場是因為 你沒有去做這間公司的研究 你不曉得說這間公司 未來營收的成長在哪裡 你沒有注意到說這間公司 它未來處於整個一個台灣也好 大陸也好 4G產業甚至5G產業的關鍵位置在哪裡 你沒有 你沒有 所以甚至有的人在這邊說我來半坑 那倒楣了 倒楣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操作上的一個理念 一個觀念 一樣跟各位分享 當然說如果 因為王舅文沒有在這個時段 沒有辦法幫你們再去解析 去分解每一個什麼 個股也好 產業也好 人家裡面的一個小細節 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 很簡單 我想有時段的調整 你也可以跟我們公司聯絡 另外就是說自求多福了 我想我們能幫 就好像那個單親媽媽一樣 我們能幫我們就盡量幫 也不希望各位說去操作指數也好 或操作所謂的什麼單股所單 什麼幫主力出貨的小標股也好 晚上都睡不著覺 那個錢輸了也難過了 來 再來我給各位看 普通會創歷史新高 是不是代表每個人都賺 好來 今天還要一樣有一檔股票 創歷史新高 股價創歷史新高 那股價創歷史新高 是不是代表每一個操作 這檔股票的人都是賺錢 那當然啦 當然啦 一定是都賺的嘛 只是說轉折點 你有沒有辦法事先抓到 那個才是重點 那才是關鍵 來 把這個學起來了 來 精算轉折點 你的口袋才會多一點 才會滿一點 才會保一點 來 水資源 水資源 國統嘛 有沒有 3月7號的國統在51塊9 來 國統這檔股票3月11號拉到53.9 51塊9跟各位講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的看法跟別人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跌的時候大家會怕 可是王建榮告訴各位轉折出現 就好像什麼 來 再給各位印證 就好像3月19號的破落一樣 你會怕嘛 可是因為你的怕 你沒有注意到轉折出現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交給我一定對嘛 為什麼 因為我抓到轉折了嘛 有沒有 3月7號的一個國統是51塊9 好啦 時間的關係我們就看下去了 這個場連續劇怎麼演下去 這檔股票漲得不多喔 平良心獎漲得不多 如果跟破洛威比起來 這檔股票頂多是在旁邊跑龍套的一個什麼 小配角而已喔 可是我說真的 就算小配角 賺的也比其他人多 為什麼 因為這檔股票是不是已經漲了16.18% 漲了8塊4 來 整理之後再攻 來 反正我們就看下去嘛好不好 598 608有沒有 614有沒有 608這是3月27號 614 3月28 來 今天我們再看 水資源的台積電嘛 我都做讓你好盡好處的股票 617再創新高 快10塊錢了你知道嗎 快10塊錢了你知道嗎 當然跟破洛威的兩段60塊9來看 你可以試想一個問題喔 如果你在這邊買50張破洛威 你這邊再買50張破洛威 你可以賺多少 這邊買50張 這邊買50張你可以賺多少 一張是賺6萬塊 這邊買50張 那這檔股票怎麼樣 一樣嘛 漲了快10塊 好 來 那這檔股票是要提醒各位 因為已經要動了啦 因為這檔股票一樣 我們所有的團隊成員都在獲利當中 大學光 大學光有沒有 這也是跟各位講 來 大學光跟各位抓到轉折之後 3月26號拉低跟漲停 425 43 今天尾盤在往上拉 一樣所有團隊成員都在獲利當中 所以這個觀念還是一樣跟各位分享 跟各位分享 當然今天是這個節目的最後一天 時段要調整 還是一樣 如果你有這些問題 買了不未斬或方向選錯邊 利用廣告的時間跟我們聯絡 我們一起幫你解決問題 然後大家加油 務必加油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是否有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人氣外洩全非不見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諮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諮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諮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設計幫地球寫日記 環境氣候就跟人一樣 都有著屬於自己的脾氣 與他們朝夕相處的我們 你看見到他們的情緒了嗎 世紀不再分明 天氣的變化難以掌控 暴雨溫差忽冷忽熱 整個地球都快受不了了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 越來越艱巨的環境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 一起朝向關注地球的角度 去改善我們居住的環境 我是趙小龍 有好教育才有好國民 有好國民才有強盛的好國家 我是李嘉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險 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 像是有乾淨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都是遙不可及的 更有所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